关键杀球胜利入带这一球成功扳倒龙王 台湾一个周天成在汤油杯男团赛击退世界球王安赛龙 但首点告捷不容易激战了68分钟 小天去年才爆出离癌 如今挺过伤并在交手球王 代表中华男团出战首点 前两局12比19 14比21一胜一败 关键第三局一度一分落后 小天接连得三分超前 安赛龙再追回一分 接着激战49拍拿下赛末点 最终以21比19胜出 第二点林阳佩也延续气势 对方是悟在帮中华队拿下一点 林阳佩对上世界排名第四搭档 以21比14 21比15直落而获胜 而第三点左手重炮林俊英遇上乱流吞摆 但第四点的林哲暉跟杨博轩挺住了 美国网中华队以3比1获胜 也是首都在汤油杯闯进四强 创下队时最佳成绩 5月4号腰跟印尼争夺决赛门票 而功臣之一的王麒麟也发现 邓先祝妈妈生日快乐 再说会更努力 让奖牌颜色更好看 而同样关注比赛的还有他 最后一分最后一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